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不清零这片黄土地 就无法感知严酷与无情 其实在去梁山之前 我也是想斗争做了很久 因为四川那边经常也是地震的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 但是这个感触完全不一样 如果不了解这里的人们 就无法理解贫穷与绝望 提供一个书包都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如果不曾帮助过陌生人 就无法领悟价值与意义 我记得他手里抱了一个娃娃 那父亲很骄傲地告诉我们说 那个娃娃三十块钱 我想对他而言是一个天价的芭比吧 他们的愿望是一顿饱饭 他们的奢侈品是冬天的热水澡 我问小朋友你们冬天你们洗澡怎么办 冬天我们一般不洗澡 他们也只有一个月组织一次老师 带到他们西边 在这么刺骨的河水桩中洗澡 这个是我非常没办法想象的 他们渴求读书却买不起一支铅笔 他们害羞地接受外面世界的关怀 期待生活因此而有所转机 他们的一个深层还是靠家里面的种田 还是我家的萝卜和你家的青菜 有一个小孩子 我们很想给他糖果吃 然后给他树包 可是他就坐在那儿 就是几乎是被惊吓到的样子 成人世界的快乐如此短暂 皆因人情是故懂得太多 同情 流泪 付出 微笑 我们与他们 手拉手 肩并肩 拥抱之后 我们决趁而去 他们依旧仰望远方 想念爹娘 妈妈呢 在哪里 我不吃饭 那你现在跟爷爷奶奶住 我相信我们会给予这些小朋友更多的幸福感 爱 以致我们会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信 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面 我相信最起码能够持到一些比较小的作用 但是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协会的初衷 让我们这圈人可能起到一个榜样力量 会带动身边的朋友 甚至是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这个项目 那这个初衷我们还一直没有改变 并不仅仅是关怀与被关怀 而是爱与勇气 信念与方向 人皆平等 人皆果福 人皆幸福 今夜长青 温暖长心 看着你的刀想 是痛恨的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